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,Z,今年初公布临时修正案,为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铺路,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,如果连续三年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,就会被强制除牌。 时至9月,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,PCAOB,也通过新框架。 将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后正式生效,有助PCAOB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,市场分析,美国此举是针对200多间在美股上市的中资企业。 事实上,尋求上市的中概公司,除了面对中国官方对不同行业的整顿,除着中美关系紧张,逆面临时如剑在延的监管。 在福费受敌下,不少中概股已选择靠边站放弃在美上市,包括医疗数据公司零刻科技及货运平台Lalamove,而在8月至9月期间,更罕见地出现连续两个月无任何一间中概股赴美上市的个案。 这些公司取消美国上市大计,但面对集资需要,应该往哪柱落脚,而扎根于中国的港交所,看来会成为受惠者。 据外电报道,全球第三季首次公开招股,IPO,集资额约946亿美元,约7379亿港元。 较第二季减少26.3%,主要受累下季市场活动放缓,以及美国对当地上市的中国企业加强监管,影响新股市场气氛,然而,管港招股活动却仍然热闹。 据得勤数据显示,截至9月底,港交所今年已迎接73只新股上市,集资大约2885亿元,按年升百分之37,大部分为内地新经济相关,拥有不同股权架构的公司。 此外,截至9月底,准备来港上市的公司名单更高达200间,当中包括双重第一上市。 以及来自新经济公司的上市项目,如腾讯700旗下社交平台微信,以及腾讯有份投资的内地最大网上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等。 后者更舍尾取港,申请在港交所挂牌,内地企业来港上市,官方不忘给予祝福,中正监副主席方星海较早前在一个论坛表示, 将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中的作用,并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, 因香港在内地资本市场扩大双向开放,支持企业融资发展,以及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等方面发挥明显作用, 因此会继续力撑境内外企业赴香港上市,推动香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看来香港仍然会继续成为最受中资企业欢迎的上市目的地, 为这些公司融资及未来发展作出贡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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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